人類知識的成長往往需要大量的閱讀 那剛才我們其實也談到了很多 那火中聖誕它是就按照宋老師你的說法 它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一個關鍵的階段 那我想說老師能不能推薦一下 從你的觀點來看 有沒有一些國中聖適合的這些科技類的書籍 您有強烈建議的 其實我是一個對於小孩都給指標 不給書類的人 那我可以建議小孩三個很重要的指標 第一個就是你覺得這個年齡的孩子 要讀怎樣的科技書 你如果沒有讀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跟別人對話 那叫經典 那就叫生存類的書 就是說有的時候我們我很真心喔 其實我很喜歡看一些譬如說張文浪老師 或者是很多在寫科學家故事 或者是跟科學家他們在提出一些議題概念的這些書類 我覺得這是他們進入一個科學教養或是科學素養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渠道 所以這樣子的書大家都能讀 你就必然要讀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科學思想的書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科學思想的書 它可能帶來的是 科學不只是表象 它更高的就是 科學家是怎麼想像科學 他們怎麼在科學的這個視角的養成 他們成為一個不可以被忘記的科學家 那不是只是他發明了什麼 而是他可能有一個科學家大家不變的價值 就是創造人類更好的幸福 那這個幸福也是文學家在做的 那科學家也正在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書籍 他們也就是一種提高他們科學思想的書 我建議他們也是得要讀的 那還有一類的書就是 科學娛樂的書 讀起來很開心 很科普 很腦補 然後很有梗 然後也是冷知識 那個跟人家聊天都非常 就是非常的會讓你的人際關係變得很好 然後也會讓人家覺得 欸科學好親切喔 科學其實就日常嘛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大家三類一類 當然就是 大家共同要進來的科學的必讀書 然後第二類可能就是 能夠拉高我們科學思維的這樣的一種書 所以難一點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去整理去讀 但它不可以缺乏 然後接下來就是科學一二類的書 讀起來就是超級無敵開心 但你說它 它對我們對於科學想像沒有影響嗎 怎麼會呢 你今天最懂的這些科學冷知識 你都知道了 那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 對 這是非常非常有趣